三小只在娱乐圈 最高的,近几年开始逐渐开始涉猎影视圈,去年也拍了不少作品如《青云志》、《解忧杂货图》等等,最近他出席的总益中餐厅2,在里面的出色表现,真的可以说是可圈可点,据悉,王俊凯出演电视剧一级的片酬大概在30万左右,照这么算,就算只有30级的电视剧,王俊凯光评一部剧,轻轻松松,就能赚到900万,更别提及他代言和演出了,望远,似乎成了综艺界, 的一匹黑马,他跟王俊凯的发展路线不太一样,王俊凯这几年来,似乎有网影视剧发展的状态,而王源,据知情人士透露,王源上一期踪迹,大概就有一百万入障,那一记下来就可想而知了,小编都有点不敢想象,再来说说异样迁徙, 反正小编最欣赏的就是他,虽然异样迁徙刚出道的时候是最不被看好的,但是他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,而且人家现在是组合里赚的最多的, 不仅出演那多部电视剧作品如斯美人,今年不是还当起了舞蹈节目的导师,千禧弟弟自带着那种优异气质,小编真的是深深地被他吸引着,据说异样迁徙的年收入,大概已经能达到上亿元,这样一下盘点下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